因为我的伴侣他是纪录片工作者 然后他有一次跟他的工作伙伴 反而一起去做成人产业调谈 访问一些成人产业的导演演员 他们的工作状况 然后去了解这个产业现在发展怎么样 所以他那时候工作回来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这件事情 说他去填调 然后填调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 其实台湾成人产业现在越来越成熟还不错啊 对不对 是一个正在发展 就是在成长期的状态 那讨论的时候就开会 半开玩笑就跟我讲说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拍 他就最后问一下这样子 那刚好就是因为我在三年前 我就已经知道 就是我就有想 有这个想法过嘛 他也表现出是他不排斥 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如果我这些理念 我知道我自己要干嘛的话 然后我就是做我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话 就是他都很支持 大家好我是卫乔安 然后我今年21岁 然后我目前是现役的AB女友 台湾的AB女友 那很开心 大家就是看到我 就是最近看到台大这件事情 我也很意外 谢谢大家的祝福 就是我当时 第一个真是很惊讶 因为我原本的IG跟Twitter 因为我是很新很新进来的人 就我今年二月才加了 我也没有拍几支片这样子 拍了一些啦 但是没有到非常多 不是一个知名的人 然后那时候在 那个IG跟Twitter发的时候 就是一个分享 纯粹就是啊我考上了 然后跟着安 生活记录 就是一个社群媒体嘛 就是你今天就是可能吃一碗拉面 你可能都会po上去 那我考上台湾 我当然也会想po嘛 对不对 然后我没有想到 大家会这么的热烈关注这件事情 对 那帮我红这件事情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 那我有什么感觉就是 第一个我 第一个意外啊 再次其实会 其实的确会感受到一点压力 因为我会去看大家的留言 所以我很感谢大家 目前就是台湾的朋友 都是大部分都很善良 就是给我很多鼓励这样子 那的确还是会有时候 还是会划到一些可能比较偏见啊 或是不是很喜欢我的人的留言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我其实很意外的点是说 因为我认识的就是男优跟女优 这是在我们经济群组底下的男优与女优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是台湾的明星学校这样子 对 所以我也很意外 就是我靠上台大这件事被大家注意 那就是我自己觉得 比如说我上台大这件事被大家注意 可能有很明确的一个点 就是我是AV女优 但是我是靠上台大 所以这个反差感对大家来说是非常剧烈的 那为什么这个反差感这么剧烈 就是大家对于AV产业 AV女优 尤其是AV产业的女性从业者们 是有很大的一些刻板印象 跟有色眼光在去看待这件事情 像比如说吴梦梦的男友熊吉 他好像是医生嘛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 其实我们经济群组底下也有一些人 他也考上台大过啊 但是他是男生 可是就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大家会这么意外这件事情吗 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 太跌破大家的眼睛 就是我们对AV产业的 从业人女性从业人士 原本是有点看不起 或是觉得不知道去做什么 才去做AV女优 然后可是考上台大这件事情 会觉得 怎么他可以考上 然后就很意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会红 一部分我当然很感谢大家 大家的关注就是 媒体朋友的报道这样子 然后但另一部分我觉得就是 那也可能代表说 我们是不是台湾对于成人产业 开始有好奇 有一定程度的好奇 但是我们的了解还没有很全面 或是我们对这些从业人 还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跟偏见 这样子 女优的话 因为其实我这个产业 我不会特别去认识 就是可能 别家的经纪的 就是演员这样子 但我自己知道我们家 经纪底下也有女生 她是在日本留学过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大家 就这件事情不用太意外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称赞我说 什么AV借了一股清流 不是不是不是 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棒 大家都是认真生活努力 然后又漂亮的小宝贝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不会特别说 哦就是我考上台大 然后我觉得哦就是 跟大家不一样 没有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很认真生活 然后都是很努力的 为自己奋斗这样子 我可以跟大家坦诚一件事情 人类学系不是我第一志愿 还是我第二志愿 我第一志愿是社会学系 但是我没有考上 对 所以我就选了我第二志愿是 人类学系 我在排志愿的时候 甚至对我而言 人类学系的情绪比法律比还要高 那就是我第二志愿 那上第二志愿我当然也很开心 这是我对我而言 是一个值得分享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选择人类学系 其实就是 在刚开始要考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志愿是人类学系 然后那就是后来因为 我其实对两个件事情 就一直都蛮有兴趣 就是我对性别议题有兴趣 然后我对人类学有兴趣 对心理学也有兴趣 对 那性别议题 因为它跟社会学的关联度 对相较更高一点 对 所以我当AV女后 这也跟性别议题有关嘛 所以我第一志愿 后来变成社会学系 然后人类学为什么会选这个 职业为什么会以它当兴趣 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语文自由版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有需要写一些 专题小论文这样子 那刚好那时候在做 专题小论文的时候 就误打误撞 就是写了一篇 跟神类学有些相关的论文这样子 那时候研究的时候 就也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开始对这个科系感到非常兴趣 那就开始就是看相关的书 什么就看很多 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 我有兴趣的东西 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很确定说 未来的硕士或博士会念什么科系 但是我的确是有想往后研究所念的 但我不确定会不会念到博士 就是能要看我到时候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研究所的话 我自己目前很想念的是性别研究所 但是我可能会出国念 就是我自己有在学德文 所以我计划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可能会去德国交换 然后可能之后如果有计划 会报考里面的性别研究所 因为AV女優对我而言 我一直也就是入行的时候 就下定决心 我要把它当作一个长远的职业规划 所以考中大学我还是会继续拍 所以大家根本担心 如果想看我的片的话 其实入行的时候 本来就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入行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事 大家是对这个职业是有一定的印象在的 所以我入行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 是没有那么在乎外界眼光的人 就是我很在乎我的身边亲朋好友 他们怎么想我 但是如果可能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比较不会这么介意这样子 大家说会不会担心说 这个标签会跟着我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不会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魏桥 知道我这个人就是AV女優的话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不排斥这个职业 就是我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跟理想 然后进来这个职业 那我就不会担心这个职业标签在我身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那这个标签 我觉得有这个标签也是一个好事的原因 是因为比如说如果 举个例子 如果我一天就是一生过得顺顺顺顺顺 然后没什么大风大 然后考上台大没有人鸟我 对不对 但是就是因为我今天是AV女優 所以我考上台大这件事情 才会获得关注 但是获得的这个关注 我才有机会跟 比如说你们媒体朋友 来标签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我想要做什么 这样让大家就更有机会认识我 就是为什么会 进入这个行业就可以故序的讲 但我可以简单讲 就是那时候在三年前 台湾成人才能刚起来 米莎那时候 我自己制造的第一个人是米莎 他们在拍的时候我就稍微有在关注 台湾成人才能发生什么样 因为我一直以来对就是这方面的产业 不管是性产业或是色情产业 或者是性别议题都有蛮大的兴趣 那我知道台湾好像可以开始拍了 台湾的社会开始有一点感变 有一些变化 然后我就有在关注说 成人才业的女生 他们的待遇怎么样 然后工作环境怎么样 工作条件怎么样 但是那个时候大概18岁 然后民法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 我有点忘记什么时候修成20岁 从20岁修成18岁 然后可以就是成年 那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招募的讯息都是 你要满20才可以签约 现在改成18了嘛 但是那时候我是20才能签约 所以18岁的时候看到 我还不能做这样子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可是就没有继续下文 这到后来是 因为我的伴侣他是纪录片工作者 然后他有一次跟他的工作伙伴 就是因为台湾成人产业大概是 最近开始越来越多嘛 越来越明显 大家对电信越来越有兴趣 发展比较成熟 所以他们就有去做田野调查 就是我的伴侣跟他的工作伙伴 有一起去做成人产业调查 就访问一些成人产业的导演演员 他们的工作状况 然后去了解这个产业 现在发展怎么样 所以他那时候工作回来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的就是跟我分享这件事情 说他去田调 然后田调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 其实台湾成人产业现在越来越成熟 还不错啊 对不对 是一个正在发展 就是在成长期的状态 然后觉得听起来工作待遇 或者是大家在这里面 就是除了 必须背负社会压力以外 其实工作待遇都还不错啊 一直自由的这样 所以回来跟我讨论 那讨论的时候就开 半开玩笑 就跟我讲说 欸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拍 他就 吻着水口问一下这样子 那刚好就是因为我在三年前 我就已经知道 就是我就有想 有这个想法过嘛 所以我就 也是他也 他也表现出 就是他不排斥 他觉得这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讨论这件事情 说 欸其实我有想过我要去拍 就是我有考虑一些点 所以我没有去拍 那他就跟我谈说 欸你考虑什么啊 然后我就说 我有点担心 就是会不会影响到 限缩到我之后的 支押的选择这样子 那因为我自己的个性 就比较不是属于那种 很适应朝九晚五 就是 生活 规律生活的人 对我一个自己 可以自由接案 或是自己安排世界的工作 其实是比较适合我的 所以 他就会跟我谈说 欸 感觉你也不会去当老师 你也不会去当医生 你也不会去当律师 就是 感觉就是我的 如果去做这些职业 我也不会快乐 就是 好像因为 比较一些比较 民生比较响亮的一些职业 比较会容易 啊你拍了A片 你比较容易进去 比如说公务员 公务员可能拍了A片 可能是这样 就是比较不好进去啊 不是警察吗 那些的 就是大家会 对这个职业比较 一个包袱在的那种 蛮重的包袱在 你可能就 欸你拍了就不能进去 可是 他说你又不会 想要去做那些工作 那你为什么要考虑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就想欸好像也是嘛 那时候想就是个人兴趣 就我对我的裸体是很自在的 就是我是一个喜欢我裸体的人 我对于脱衣服在镜头面前脱衣服 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不会有一个尴尬 自在跟自信 对自在跟自信 就是我并不是觉得说 啊我很正 然后跟大家比起来 我裸体罪面 并不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穿衣服跟我裸体 我比较喜欢我裸体的状态 我觉得比较自在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我第一个我对我的裸体不会感到羞耻 然后再来就是 我喜欢让别人觉得我性感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承认你很帅 就是你好帅啊 什么帅哥 就可不可以跟你调个line 什么之类 你可能会很开心吗 就啊我是有吸引力的 对我是有吸引力的 就是我会获得自信 那同样就是 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很性感 或是我可以让他们产生就是 性欲性幻想这件事情 对我而言就是个代表 我有吸引力啊 对就是我在QA上面写说 我喜欢被人家硬赢的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对我而言就是个称赞 就是为什么他会想硬赢我 一定不是我长得很丑吧 对不对 就一定是我够震够辣 他才会喜欢我嘛 对所以对我而言 这个是一个兴趣 就是我自己的偏好 这个兴趣就是我觉得 被大家认为我觉得 还蛮有自信啊 为什么不好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工作待遇 工作待遇的部分 因为我的确有了解过 台湾成人产业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了解过 待遇怎么样 然后我也听他填掉了 完了结构 我也知道大概待遇怎么样 待遇除了第一个 钱多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用多说 然后再来第二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是对我这个时间安排 就是我们不会 至少我的经济 从来没有强迫我要接任何一个通告 就是我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考前 我其实有一个月都没有接任何工作 他还OK 就是我说我要认真念书 对 那这段时间我觉得 他还不会比无法 你一定要接什么通告 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给我的自主权是很大的 就是我可以决定 我今天要 要不要拍这个东西 要不要跟这个摄影师拍 要不要跟这个男友拍 要不要跟这样子的 X拍 对 因为有一些女友其实会挑说 可能太大不舒服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其实片上会用那个女友说 你有不不能接受的提问 你有不能接受的提问 比如说有些女生不能亲吻 他不能接受跟不认识人接吻 那这个都是可以去谈的 就是不会前迫你说 你做这个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甚至连题材 就是我也有提过说 欸我不喜欢拍抢包片 对我自己对抢包片就没有那么喜欢 对 但是 就是我也可以谈到说 我没有说我喜欢这个题材 我们可以换个题材 哪些题材我不拍 这样子 或是哪些 比如说有些人 有些人不拍多人啊 有些人不拍 什么XX啊什么之类的 对 那这个都是可以去谈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 在这个产业我们女生 有些是女生的自主性很大 因为女生太少了 因为一拍女生太少了 你如果还很严格 女生的话语权比较大 因为如果你还 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人要进来啦 这实在话 台湾神城其实女演员 女演员和男演员都缺 所以不会说 比你说你要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主性是大 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工作待遇跟欠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时间自由规划 我的身体制度的自由规划 还有欠多 当然都是好事啊 谁不喜欢就是自己兴趣 有兴趣又欠多的工作 没有人不喜欢吗 对不对 然后还有第三个 就是还有一部分是个人理念的部分 因为我一直对性别的议题是很有兴趣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 因为我会看大家的留言 然后可能大家都 比如说男生去当男友好 就被人家欠 跑跑 就是可以打炮又可以赚钱 就是男人梦幻工作 对不对 可是比如说我那时候我看留言说 怎么会女生喜欢当AB女友 是怎么会当AB女友是兴趣 她说就是男生喜欢当香炉吗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女性去当成人产业演员 男性去当成人产业演员 这个眼光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是为什么女生的钱会那么多 男生的钱那么少 因为女生要背负的时候压力更大 对对不对 那加上就是我们A片 成人片的市场主要 目前片商的设定还是给男性看的 对不对 所以男生通常都看女生嘛 所以男生通常都看女生的状况下 因为女生是主角的状况下 所以薪水比较高 但回过头啊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对于两性在从事这个 色情产业的评价是差异非常大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非常 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事情啦 就是为什么大家怎么 不认为说女生做这个职业是好 是我觉得很 因为我自己稍微有 看一点性别的书稍微就是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就是我自己认为说 大家不喜欢女生去做这个职业 其实很大程度是 大家不喜欢女生有性 一个女生要说自己在自己平常会滋味 跟一个男生说自己会打枪 那个难度就这样 差异非常大了 对不对 女生会不敢讲 就是女生会 比如说她是限制我们表达自己欲望 或是表达自己 使用自己身体自主权的一个压迫 就是你不可以 你最好跟圣母玛利亚一样 就是不用信教就生小孩 还可以生耶稣这样子 对女生的要求就是这样 你不可以有信誉 你不可以会自慰 你不可以 以前会说啊 你不可以婚前性行为嘛 对不对 现在稍微就越来越开放 但是这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会以前会说 哎那女生不可以设啊 如果女生设的话 就喜欢打XXX就很XXX 就是香炉啊 人生XXXX之类的 我想要 我想要表达说 我想要表达说就是 进入这个产业并没有不好 对女性来讲 我可以表达我自己的身体 我喜欢做爱 我就直接讲 就是我喜欢做爱 我喜欢性这件事情 我想以性为工作 对 那我也不认为说 有些人觉得说 女生的尊严是建立在贞结 或者是子宫 或者是阴道之类的地方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女生你如果什么都给很多男生的话 你就没有自尊啊 然后就是没有道德啊 什么之类的 对 那我也不认同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去从事这个行业 有一种像是宣战嘛 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有一种 我反对这样子的观念 那我想要藉由 这样子亲自去从事 因为如果不从事的话 我在那边讲风凉话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亲自去从事我喜欢的职业 那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上的解放 也希望对这个社会 对于成人演员 成人女性演员 成人产业的女性演员 比较好的一些眼光 就不要那么有刻板印象 或者负面的评价 他非常支持 我那时候都问他说 就是因为我其实 我不要加入 我也不是那么勇敢的人嘛 对不对 我有加入的时候 我也很担心说 如果我加入的话 你身边朋友知道 你会觉得丢脸啊 或者是你爸妈知道 你怎么办啊 或者是什么 我说你会不会加入这些事情 后来问你就是 你不爱我怎么办 什么之类的 对啊 那我的确内心会有一些挣扎 可是他都会说不会啊 就是他觉得很棒啊 就是如果我有这些理念 我知道我自己要干嘛的话 然后我一直做我自己 有兴趣的事情的话 就是他都很支持这样 所以我 因为我们 我们 我们是开放式关系 就是我们对于性这块 是没有 没有 或是感情 其实我们的感情 都没有任何限制 就是我们没有说 啊你的身体 什么部分 什么只能给我 不是你的心肝 怎么只能跟我约会 什么之类 我们是开放式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块的 是没有任何冲突 就是很很快就过去 那其实开放式关系是我们 我加入成人片演员以后才发展出来的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 他一直以来都觉得 你去拍片你就是工作 你又不会爱上别人 我没有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在日本出道过 所以我没有个亲身的体验 可以跟你讲说 我觉得日本的摄影厂是什么样 但是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得出来 一点点差异 但是我不确定我这样讲是完全正确 但是这是我的自己的看法 对 就是日本的私情产业 他们现在比会把女优 慢慢走向偶像的话的经营模式 就是他们整个社会对于 女优这个事情已经没有 已经跟台湾比起来 那个偏见已经少很多了 对 就是女优真的他们是一个 对他们也是一种另类的偶像这样子 那台湾这部分的 台湾因为可能私情产业才刚起来而已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新鲜的 甚至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台湾拍AV合法了吗 满多讨论 台湾怎么会拍AV合法 我怎么没有被抓走 对 哈哈哈 不过就是以这来这方面呢 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 诶 就是台湾人对于台湾的色情产业 是很多不了解的 相对于日本人来讲的话 日本人就是知道他们是AV大夫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台湾的色情产业 因为还没有很成熟 所以我们的资金很多都是靠中资 会置入一些博弈网站什么的 但这个东西的确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民众 对我们的看法 但是这个是现况就是现况就是我们的很多资金来源 是来自于中国 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拍一些自媒体的A片 就是已经不是跟中国报告拿钱的东西 比如说ED他就是个人制作嘛 那也买得很好 对他也很有名 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开始在开OnlyFans 就是自己拍自制的A片 那个是这样子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 越来越多竞争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代表因为有更多竞争所以大家就会精益求精 产业才会进步 对是真的 所以台湾的成人产真的还是没有很非常的成熟 但是刚起步正在往上的阶段这样子 很感谢这一次事件大家对我的关注 那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想法就是你喜欢表演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有自信 然后你想要成为成人产业的男女演员的话 就是大家不要畏惧可以勇敢做自己 就是不要怕大家的有色眼光 然后我也想要呼吁就是大家广大的读者们 就是我们大家不要对成人产业的男女演员 有这样子的歧视 或者是比较有色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希望台湾的成人产业可以发展越来越好 那也希望台湾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